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师傅 跟上前面的自行车 来 嫂子 老万 你这音乐以往都是什么呀 一点海货 大侠出去了 一时半刻呀 回不来 没事 我等他会儿 老万 你这人哪儿都好 就有一样毛病 嫂子 有啥毛病 你就说 我保证该 这毛病吧 可大可小 就看你有没有这儿心思了 有有有 肯定有 必须有 那我跟你说哈 其实吧 这女人心思 不一定在吃得上 嫂子 你就别绕弯子了 直说 算了 不说了 这高大侠老说我没见过世面 你说我成天在家伺候他们 我往哪儿去见世面呀 这要是有个戏匣子啥的 那我也好知道 南朝北国的天下事了 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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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了 你好 你好 我们去找一下安德烈 稍等 四哥 看什么呢 走吧 请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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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同志 可是我们与你们的接下 这更重要啊 守兵 守卫同志 我们的确是太着急了 希望你能原谅 中校同志 配动大连京队司令 亚曼诺夫少将到旅舍去了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明天早上来看不看运气吧 谢谢 我带你去 白来一趟 师傅 快走 快走 好好好 富哥 怎么在这 她出来了 是的 是的 姐 往后你就是掌柜的 我就管家 咱再找上几个干活的人 就咱俩 大姐 我姓王 那个火勺店就是我的 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您归信啊 我 我查见乎 管的 景夕 对不住啊 王掌柜 我这兄弟他不懂事 没事 没事 咱们以后常来常往 那您先忙 好 您先忙 我过去了 好 多关照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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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夕 好嘞 景夕 按着个单子 给我买去 你俩 跟我走 对不住 开业了好 挺好 你好 先生 掌柜子 那细匣子多少钱啊 细匣子 就那个 木 收银机 对 对不起 先生 我们不能收这个 为什么不能收啊 这日本人现在被打跑了 可这日本币还好使啊 先生 事是这么回事 可是日本币 肯定不能长远的 您哪怕拿的是朝鲜币 红军票我都能收 先生 我这小店刚开张 麻烦你去银行换一下再来嘛 你这是什么事 这个新匣子一定给我留着啊 好 就这个啊 好 慢走啊 先生 老爷 有事吗 傅家庄去了苏军警备司令部 是就找苏联人提交一份接下函 想让苏联人承认 他们在大连的地方主持 好在老天爷帮我的 司令部管这事人去了旅顺 傅家庄没办成 大医说了 现在是国共两党 争夺大连的关键时刻 让我们能无论如何 结下这份接下函 只要重庆派来的大连市长一上任 共产党手中的接下函 就是非之一章 你知道傅家庄什么时候再去吗 明天 回来了 大翔 你回来了 菜呢 不得放厨房啊 嫂子 以后你有啥事让我干就行了 你说你跑一趟干啥 别说啊 那厨房放那海货 你买的还真挺鲜利的 那海货啊 不是我买的 人送的 谁 老万 谁 老万送的 老万呀 不光是送了咱们海货 还说要送咱们一个戏匣子 戏匣多贵呀 那玩不要钱啊 就是因为贵 才能体现人家对咱们上心呀 再说 我不让送他还不高兴呢 说我瞧不起他 那么是 打人不打脸吗 我也不能干那打脸的事啊 干什么呀 那么看着我 嫂子 我发现你这人啊 你挺会画圈 你说你就画这么个圈 让人往里跳 你真的挺会的啊 我没有 什么没有 我拦都拦不住啊 真的 你拦不住是吧 我拦 我看他们拦得住 大侠 高大侠 你不要管老万的事啊 好了 停 好 老板 小姐 用得不错啊 还挺像这么回事 是 原来的货架 柜子 都能用 省事了 好 来 给 莫尔特PPK 这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喜 欢迎的手枪 在苏军逼近柏林元首的 地下隐蔽部的最后时刻 他就是用这个PPK 射穿了自己的脑袋 他就想多了 干我们这行的 都喜欢这把枪的小小便于隐藏 地方选得好啊 是块潜伏的风水宝地 英雄所见略同啊 跟大姐所见略同的不是我 是高大侠 高大侠 你知道吗 我调查过了 高大侠过去在对面的王继火烧店 开过一间海马县包子铺 你现在在这家洋火店 过去明里是一间杂货店 实际上是大连放火团的秘密据点 怪不得昨天在这儿遇上他们 你对这里也不陌生吧 当然不陌生了 鬼子抄放火团据点的时候 我这个关东中厅警察部的客长 要配合他们的抓捕行动 那高大侠对这条街应该很熟悉了吧 不是一般的熟悉 他开包子铺是家 给放火团放 邵氏针 他还真有心眼 我看你是被高大侠吓破了胆 他一天不见阎王 你一天就不踏实 确实如此啊 可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高大侠 而是傅家庄 他到大连来 是以特派员的身份 与苏联红军接洽的 他的主要任务 是与苏联红军建立联系 成立大连市委 说白了就是要和我们夺成 共产党的速度够快的 谁说不是啊 我们的市党部刚组建 就受到重挫 这重庆方面办点事 磨磨唧唧 派个市长过来 有那么难吗 抗战刚刚胜利 党国面对的局面千头万绪 更何况我们的主力部队 都在南方 目前对东北鞭长磨疾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他们鞭长磨疾 我们这些过了河的小卒子 就先发发威 给他来个火口把牙 姐 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姐在前面开了个店 叫梁云洋行 啥都卖 我刚才进点货 地址在哪儿啊 青泥娃街道 就在前面 以前是个杂货铺 是不是对面有个火烧店啊 对啊 姐 你咋知道这么多呢 不许的呀 快走吧 我去看看 今天个头型不错啊 大姐啊 这么大个地方 你一个人撑着行吗 不还有精细呢吗 那也能算个人啊 不许 去 哎呀 大姐 我可真想不明白了 你这么精明强干 怎么找了个那么笨的帮手 哪儿是我找的 是她赖上的 你跟你姐是表姐弟吧 比表姐还亲 是亲姐 护谁啊 她姓马 你姓真 这 亲姐弟不信你个信啊 她救过我的命 还不是亲姐 她咋救了你的命 我爸妈死得早 那时候我在哈温的街道上捡破烂 六年前的冬天 那个冬天特别的冷 六年前的冬天 我收留的一个男人 勾得上我的小女佣 在一个大雪天的晚上 发现了这件事情 把她和那个小妖精 全都赶走了 把她们俩用的被褥 穿的衣服 全都赶走了 精细捡到了这些东西 还以为是我给她的 感激得不行 就留下来伺候起我来了 赶都赶不走 她名叫精细 一点都不精细 不过人不笨 教她点腿脚上的功夫 学得倒挺快 我整天对她也没个好生气 她一点也不记恨我 就记得我救过她一条命 这孩子真够飙的 折远了 还是想想 怎么毁掉 傅家庄手里的接洽涵 傅家庄身边不是有咱们的人吗 那就盯紧点 抢到接洽涵 高大侠就不用留了 这挺着复杂 不 哎呀 坏了 高大侠呢 择日不如壮日 她自己送上门的人 快点 快点 快 藏进来 藏进来 藏什么藏 直接看撒拉扫 哎呀 把她逛进来再说 快快 好 大姐 大侠 你在这儿呢 大辈子 哪个不把你吹来了 你说我这洋货铺子前脚开门 你后脚就来了 太好了 我怕你找不着地方呢 特意在医院给你留的地址 我看到精细了 才知道你在这儿开的店 刚好 我来找个人 我这出来乍到的 我认识谁呀 你上我这儿来找人 怕你是找错妙门了吧 刚才有没有人来买个戏匣子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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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人 那他买了吗 我没卖给他 你想啊 他拿的是日本钱 小鬼子都被中国人撵跑了 我怎么能收他日本钱呢 怎么了 没事 那个人你认识啊 认识 一个朋友 有俩钱 不知道咋嘚瑟好了 那他再来买 我卖不卖呀 别卖了 姐呢 我是不是耽误你做生意了 没 没 没用 那就好 那你别卖他了 真的 赵大哥 来 喝水 不冷不热 真好 谢谢嫂子 大侠呢 跟万毛驴子 去买戏匣子去了 这般嫁着 这女人岁数一大呀 就专门把自己嫁出去 大侠要结婚 可不咋的 你看我这脑瓜子 都忘了跟你说这个事了 对方是谁啊 万毛驴子 大侠原先的战友 这也太快了吧 不快 就昨天的事 你放心 这老万呀 是个好人 憨好 一丑啊 就是那正经过日子的人 这也太突然了 这咋还突然了呢 姑娘大了不中流 流来流去呢 就成了自己的冤家 好在放火团的时候啊 跟万毛驴子就熟 人咋样啊 原先就知道 大侠这岁数啊 是该找个男人疼了 现在好了 大侠回来了 我也 我也得想想我自己的事了 他们去哪儿买手印记了 大侠呀 我这里的东西 你随便看 有中意的 随便拿啊 是吗 丁夕 让他那儿别干了 钱都给了 还没干完呢这 姐 这个地段啊 开洋货铺 真是开对了 对呀 早就想来大连做生意 提前备了点货 这地儿以前是个杂货店 那按理说 我也算是这儿的 饭拉主人呢 是吗 看来 这里装了不少 妹妹的故事啊 大侠 我这外间 基本上没怎么动 柜子啊 货架我都留下了 我得用啊 里面动得比较大 咱们上里边看看去呗 行 好 姐 这咋都亲上嘴儿了 哎呦 这照片可不行 这耍流氓伤疯坏 赶紧撕下来吧 可不能撕 这叫胜利之吻 是洋货铺的镇宅之宝 好不容易才搞到手 贵贱我都舍不得卖 更别说撕了 胜利之吻 这儿 姐咋啦 有点黄眼 大侠 咱们礼物看看呗 大侠 你尝尝这松子 可好吃了 不 这门怎么这么松啊 这可能是时间长了发账 我给你修一修哈 哎 没事的 每天我找个锁给它锁上 不用锁 姐 你起开 这儿有个插销 我帮你插上 来 让一下 你看 你看 好啊 姐 咋这么暗的 关上 不用关 姐 你这开的是洋货铺 就得亮亮堂堂的 这样人过来过去啊 都能一眼看到这里 卖的啥东西 进礼物吧 走吧 走吧 你不要别啥好看的 破破烂 还没收拾好 没收拾好就不能看了 大侠又不是外人 你们俩回去吧啊 还没干完呢 咋的啊 我说话抛屎咋的啊 让他俩走 别生气 走 我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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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里面洋玩意儿还挺多的呀 哼 大夫 大夫 哪儿来的大夫啊 有牙红粉吗 这是洋货店 快走吧 你帮我 你这大店没牙红粉吗 哎呀 啊 没有 你 你 你快走 姐 哎 你这赶来游儿给我拿两个啊 好好好 拿拿拿 给你钱 小姐 什么甜哪 自己家的东西 真是的 那不行 必须得改一个 吃锅子 哎 大姐 这地儿不错呀 你开的 哎 大兄弟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干嘛来了 姐 不用怕了 这是咱们的地方 哎 啊 啊 大兄弟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跟他没事了 他不找你要秘密干啊 我俩现在是一伙的 一伙的 啊 在火车上的时候 我俩确实有点误会 到了大连以后 这疙瘩 就解开了 不用陪秘密干了 都是一伙的了 陪什么秘密干啊 是吧 傅家庄同志 姐 你不是说他是坏人吗 在火车上他是坏人 现在他是好人 是好人就是一伙的了 对了 惊喜 以后啊 你管他叫 吴大哥 那大姐 我找大侠说点事 好好好 不是我们这聊得挺高兴的 你干吗 别喇喇扯扯了 你来 你要嫁人了 你是不是因为我拒绝你 面板上挂不住 阴爱生恨随便找个人 婚姻大事绝对不是二戏 四伯子 你还真把自个儿当香伯伯呀 别往脸上贴金了 还什么 阴爱生恨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爱谁了 我恨谁了 我告诉你 人家老万 确实比你早革命两个月 不是 这跟革命早晚没关系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今天让大姐的杨霍店开业 我们俩不是同个人场 大姐 你看 我俩确实也没带什么礼物 要不这样 我呀 告诉你这屋里都有什么机关 也算是给你的开业大礼了 啥机关呢 大侠 你别瞎胡乱讲 这 什么叫瞎胡乱讲 我可告诉你们 我刚是不是说 我是这屋的办拉主人 那是因为啊 这以前是我们放火团的秘密联络站 这屋里计较干吗的 有什么机关我最清楚了 快来我跟你说说 好 来 带你们看看 走开 走开 你们看 就这个白印 猜猜这是咋回事 肯定是刺刀花的 行 小伙子 你不是傻呀 这你都猜出来了 阿尔滨有小鬼子 扛个刺刀 满街地欺负中国人 这一说 这小鬼子的血 啥呀 蚊子血 和刺刀印呢 当时啊 他们日本人来搜查的时候 拿那个刀刮的 搜什么 别 搜到了 这能搜到 傻呀你 过来 别小看这张桌子 这里边的学问可大着呢 扶下桌啊 过来 当年啊 我们就在这里发电报 你说这小鬼子来了 愣是什么都没发现 你们猜怎么着 大姐 来啊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桌子吗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机关吗 这里边的学问可大着呢 拿着 快 你 门 看 小鬼子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电台 放在这里边 这小鬼子这也太傻了 这一拉抽屉不就发现了吗 不是他们傻 是我们聪明啊 你看 这个抽屉 一拉 什么都没有吧 再往里一推 电台就顺着这个轨道 推到墙里了 但是小鬼子他们能发现什么呀 你们太厉害了 能把小鬼子耍得溜溜转 我们能是一般人吗 你们不光有胆子 还有脑子啊 大侠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还是抗制着大英雄啊 还行吧 行了大侠 我把人家做生意呢 急啥 姐 这里光藏电台 没藏过人 藏呀 必须藏 行了行了行了 别老缠着大侠了 没事 姐 你再讲讲 太好听了 走 我带你去看看 走 快走 有一回啊 这街上来了个共产党 这小鬼子在青泥洼街上 搜了个遍 那肯定不能把这儿放过了呀 他进来以后 听令他了 搜了个底朝天 他们根本没想到 人 就藏在这儿 哎呀 这要是放个喘气的大活人 还不得露馅啊 露不了馅 精心进去 他能藏着啊 没发现吧 那儿 有个小把手 给抠开 没想到吧 咱咱进去 这 这 这上哪儿找去啊 上哪儿找去 你跟我来 那儿 就在这儿 哎 老 哎呀 干嘛 那像没见过世面的一样 那个柜子里面的洞 就直接通到这儿 怎么样 厉害吧 哎 你刚才说的老啥 他是说 人藏在里面 那小鬼子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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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发现 你们胆太大了 这就叫 一高人胆大 大侠 哎 礼物还有没有什么机关呢 待会儿去看看去吧 有啊 是吗 有多人呢 啊 怎么了 等等 这么写的啥 啊 以 以消毒 行啊 大侠 走吧 踢这玩儿多难看啊 这姐和真金戏爱听 我这要不想不穷拿办嘛 咱们上屋里看看去吧 大侠 人家刚开张 你跟人说这些 这怕啥呀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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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 对不住 你没事吧 那没有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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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都流鼻血了 眼门有事 等会儿 眼门有事 好好好 站住 匣子 我拿把洋火 来帮洋火 什么洋火 晚匣子 我不买晚匣 买个洋火 真能装你 你买个什么洋火 我这火烧你拿 好好好 他这个 没事没事 好 谢谢啊 棍娘 你指定是认错人了 我问你 前两天 你去没去过哈尔滨 住过马蒂尔旅馆 没有 没有 我有一两年 没离开大连 哈尔滨 我得有十年没去了 对对对 给 洋火去 来 没有错 就是你 人 哦 好 像 也说不定 你看 咱全中国五万万人 话说 总会有长得像的啊 怎么着 那人跟你有什么事 不是 你咋这么能装呢 晚匣子 你怎么老说晚匣子 你 对了 我今天倒是串了一样晚匣子 我里边还穿球衣袖裤呢 二把鱼远乱传意嘛 小小姐 那俩一起的 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说谁脑子有病啊 不 他 就是那个 马蒂尔旅馆的那个坏蛋 是什么马蒂尔离蒂尔 你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动一浪头戏一棒 我再耐心的跟你说一遍 你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我也没去过孩子病 你去死我了 嗯 这 是 血瘦 是 这 这 哥 来 我问你 你逮过没 木耳谁没逮过你没逮过 血瘦 你这也是病啊 他都不发那么逮和血瘦 看到没 他说了 他说血瘦了 当时就是这个腔 就是这个调 什么 什么调 这不是大连人可不会说是个血瘦啊 你 就是那个狗特务 不是 你傻站着干什么 特务就在这你抓人呀 他就是马蒂尔旅馆的那个狗特务 我明白了 就是因为我说了个血瘦 你就认准我是特务了呗 还有碗霞了 你碗霞血瘦哪个大连人不这么说 那照你这么说 那凡是去个哈尔滨的大连人 都是特务了呗 你真是有病 你赶紧带他干兵去吧 你别动 来大侠 回来你不要动 你别动 你别动 真的这么说 大侠 你干什么你 你看好喽 我可是警察 你再无理取闹 我就把你送到李克千大鱼里去 你害我谁呀你 你个狗特务 还给我狂上了 你既然都这么厉害了 那你为啥不敢承认 你去过哈尔滨 住过马调旅馆 你不要 我不跟你说话 我没去过哈尔滨 我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地就看的就是你 你那天穿一个 藏蓝色的马褂 你这就更不铁铺词了 我是警察 上班穿警服 平时穿西装 我 我 我没有马褂 我没有马褂 你看到没 太卡不眼了 这人一说谎话的时候 就会卡不眼 你这就是心虚你 你怎么不做我还喘气 我眼都不卡不得 我成死人了 你真是有病 你赶紧带她看病女儿 不 你快站住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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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呀 也许真不是她呢 对对对对 方科长 不是 姐 我真的是看到她了 而且你看 她刚卡不眼 她鼻血都撞出来 她就往外跑 这心里没以为她 行 老大大 也许是真认错人了 大姐 这地角不错呀 听说这儿是大连街最认得的地儿 以后还得托老弟和大侠多关照啊 姐 我得走了 哎 你去哪儿 我们赶天过来 赶天过来 赶天吃饭 赶天吃饭 姐 老姨父该倒霉了吧 干你的活去 姐 老姨父这下该暴露了吧 暴露了 你高兴啊 当然 她该给我疼地方了 闭嘴 你给我记住啊 往后叫方先生 不准叫老姨父 干玩儿去 你去哪儿 这个事儿交给我吧 她能主动把在警局干活的事儿 说出来 她可应该不会跑 她这个人这么狡猾 你说她心里没鬼 她怎么可能见着我就跑啊 包括在火车上 我要找的那个人也是她 那你不是也没看清她吗 我怎么没看清 我看清了 关键是你在马地儿旅馆 不也没看清人家正脸吗 那侧脸不是脸啊 关键她还说了 晚匣子 血瘦 这么重要的证据 那不是她是谁啊 你这两个证据不结实 重要的还有 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像拿名单这么重要的任务 她应该出现在赌场门口呀 可是她也没去呀 那她为啥没去 审一审不就知道了 大长 老万 是万大哥吧 是我 傅家庄同志 大家给我提过你 能文能武 识文段字 老厉害了 她当面儿都没这么夸过我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行了 别扯犊子了 赶紧走吧 我还得去警察署呢 回头再说啊 不是 去警察署干什么呀 我刚才在洋行 见到了一个狗特务 他说自个儿在警察署工作 找 找什么呀 大高个儿 大长脸 大眼珠子 等会儿 是不是还穿了一个蓝色的 长款西服啊 你咋知道的 你说的是方若瑜 方克长 刚才在大脸上 我跟他碰上了 不会吧 这 这方克长长得挺面善的 他那叫笑面虎 你认识他 他以前啊 在关东都听警察部当科长 光复后在警察署当科长 你刚说他叫啥 方若瑜 慢点儿说 方若瑜 这个狗特务姓方啊 走吧 我嫂子是不是让你买什么什么细匣子啊 去养护店 不都是 是我自己想买 你咋那么嘚瑟呢 那玩意那么贵 你买它干啥啊 烧包啊 高老佳 我跟你说件事 不是有啥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老板又不是别人 赶紧的 看一看了啊 给卖了 看一看了啊 说啥事 我得给你提点意见 我知道 就因为马苏苏和真惊喜值得怀疑 我才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你这就是冲动 不是试探 刘烟 你想啊 如果马苏苏真的是 如果马苏苏真的是国民党的人 那早就知道我们俩的身份了 还用得着我说呀 那你替当年放火团的时候干什么 还是那句话 如果他们真的是特务 那些机关一个也瞒不住 你想啊 如果真的要在那些地方 办特务办的事情 那我现在给点出来 他们只要害怕了 那肯定得跑啊 现在我们就是要跟他们跑不跑 只要是跑了 那就是心里有鬼 是吧 老安 你们说啥 车来了 车来了 我讲话你又没听啊 可以啊 大侠 比我还往前想了一步 不是 你想哪步啊 我让哈尔滨的人 开始调查马斯苏了 你怎么回来了 他们走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打算逃跑 高大侠刚才说的话 你已经听见了 这屋子里的一切 它都一清二楚的 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了 糊涂 高大侠这是拿话试探你 他故意把这屋的秘密 都说出来 你听着之后就搬走了 这叫什么 此地无音三百两 不打自招 你好好跟我姐说话 滚蛋 你再说一句 精细 在这儿好好守着 姐还干啥偏听她的 听话 你怎么给她修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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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 你刚才说得对 强龙鸭不过低头蛇 我是乱了分寸港材 我早就说过 把她给除掉 你们就是不听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马上就应验了吧 马后炮的话 说多了无意 耽误之急 是要毁掉 傅家庄手里的接洽函 早把他们给处置了 接洽函的事也解决了呀 别埋怨了 我问你啊 刚才你怎么把 你在警察署 当差的事说出来 我就是不说 他们也能查出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 他们已经去警察署 开始调查我了 葬若鱼的事就交给我了 你们就忙自己的吧 我给你一起去 不不不 听他办员的吧 不不 咱们也得下车 等买西匣子去 不是说不买了吗 不是 不买你嫂子该不高兴了 不高兴就不高兴 干吗非得让他高兴啊 我可以跟你说啊 你跟我是放火团过命的战友 我哥现在也是 誓死誓活不知道 你别打我嫂子主意哈 不是 你说什么呀 高大侠 有你在我还打你嫂子的主意 我有病啊 我 你就是有病啊 那并买什么细匣子呀 哎 警察署里应该有你的人吧 打电话 嘱咐嘱咐 不用嘱咐 现在大连说了算的是苏联人 不是共产党 可共产党和苏联人已经成了一丘之鹤 虽然是一丘之鹤 但毕竟还隔着一层 共产党想当着苏联人的面子 警察署拿人得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 可高大侠手里的一二三四五 都是不靠谱的猜忌 不用担心 话不能这么说 你蒙他们一时 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这样吧 我还是向戴局长请示一下 对你另做安排 以免对大连的工作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在没有跟他应朋友之前 我还真有点胆虚 怕他知道我的底细 可是今天跟他一交手 郭大侠不顾如此 小方啊 我还是要提醒你 隐蔽战线不同于战场 最重要的还是自保 你干嘛呢 嗯嗯嗯 等你去 等你去 好嘞 走嘞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就往里闯 大哥 不好意思啊 我找个人 找人也得新登记 找谁啊 网匣子 不是 不是 方若瑜 就是大长脸 好像是你们这儿一小头头 方科长是吧 有事啊 我呀 是他家的亲戚 没出母福 我实实在在的亲戚 我是他老姨 老姨 那别逗了 他能有你这岁数的老爷 萝卜不大长在辈儿上 说的不就是我吗 对吧 他小嘴妈妈的还挺能说啊 我前两天啊 在哈尔滨给他打个电话 他说上这儿来找他 你给我叫一下呗 呦 方科长不在 啊 他上哪儿去了 外出公干 上面写着呢 哪个是他呀 这个 凡是出任务的人啊 都得在我这儿登记 知道吗 这么写着啊 方科长 嗯 哎